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特别的装置 把一个长木板的两端都绑上一条铁丝 然后用铁丝固定住盘子 再加上中间的木板和底座固定支撑 现在有两颗苹果放在装置的左盘 有六颗苹果放在装置的右盘 装置就会向右倾斜 诶?为什么装置会向右倾斜呢? 你答对了吗? 因为右边的苹果比左边多 所以装置会向右倾斜 也就是说右边的物质的量比左边多 我们把物体包含的物质总量称为质量 在这个例子中 因为六颗苹果的质量比两颗苹果的质量大 所以装置会向右倾斜 那么六颗苹果的质量到底有多大呢? 一般常用天平来测量物体的质量 质量的单位是用国际单位质的单位来表示 有时候你会看到SI 国际单位质 听起来好深奥哦 其实我们早就在用啦 像公盾、公斤、公克和豪克 这些都是国际单位质的质量单位 我们可以用天平来测量物体的质量 一般常见的天平有四种 有上敏天平 悬调式等臂天平 三凉天平和电子天平 不管是哪一种天平 使用前都要先归零 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每种天平的测量方法和归零方法都不太一样 我们会先介绍上敏天平 悬调式等臂天平会在后续的课程介绍 我们来用用看上敏天平吧 首先要先确认天平中间的指针 有指到正中央的刻度 看指针时 你的视线要和指针位置一样高 这样才能读到正确的刻度 如果指针没有指到正中央的刻度 我们就要进行归零 调整校准螺丝让天平平衡 上敏天平的左边和右边 各有一个校准螺丝 调整天平的校准螺丝的原理 和敲敲板平衡的方法很像 我们来想象一下 你和爸爸一起玩敲敲板 爸爸坐在左边的最外侧 你坐在右边的中间位置 此时敲敲板往左倾斜 那你要怎么移动位置 才能让敲敲板平衡呢 没错 就是换到最外侧的位置来做 你也可以请爸爸移到靠近中央的位置 这样敲敲板就会平衡了 现在你可以把敲敲板 看成上敏天平的横杆 爸爸坐在左边的校准螺丝 你坐在右边的校准螺丝 如果天平两边都是空盘 但指针在中央刻度的左边 表示左盘下方校准螺丝的位置太外侧 想想看 该如何调整左右两边的校准螺丝 才能让天平平衡呢 是的 只要把左边的校准螺丝向内旋入 就可以平衡了 你也可以把右边的校准螺丝往外旋出 在调整校准螺丝时 需要边观察指针有没有达到中央的刻度 我们终于把上敏天平归零好了 可以来测量咯 测量物体时 我们会用砝码来表示质量 打开砝码盒 你会看到各种大小不同的砝码 每种大小的砝码表示各种的质量 常见的质量单位 从大到小 有公斤 公克 毫克 由于砝码是金属材质 用手直接拿取 可能会让砝码生锈 所以要用砝码夹来夹取砝码 砝码一旦生锈 砝码的质量会增加 导致测量的结果不准确 我们来测量吧 把一块木块放在左盘 然后用砝码夹夹取砝码 放在右盘的中间 放砝码有个小诀窍 先放大的砝码 再放小的砝码 这样比较快达到平衡 当指针指向中央的刻度 或是往左往右的摆幅一样时 就代表天平达到平衡咯 这时右盘有三个10公克 和两个1公克的砝码 经过计算 砝码的总值量是32公克 别忘啦 记录测量结果时 要加上估计值 因此我们测量的木块质量为 32.0公克 看到这里 你会用上敏天平测量了吗 来做个小复习 答案都在影片里面哦 这堂课的内容有点多 我来帮你做个整理吧 一开始 我们认识了质量 质量就是物体 所含物质的量 质量常用的单位 有公顿 公斤 公克 和毫克 我们可以用天平 来测量物体的质量 常见的天平有上敏天平 悬吊式等臂天平 三凉天平 和电子天平等四种 我们用上敏天平测量 大致分成四个步骤 一 确认指针指向正中央的零刻度 若无则调整校准螺丝归零 二 代测物放左盘 以砝码夹 夹取砝码放在右盘 三 调整砝码数量 直到天平平衡 四 计算砝码质量 即为代测物的质量 最后把测量结果记录下来 别忘了 要加上一位估计值哦 又到了课程的尾声 我们学会了 上敏天平的使用方法 那其他种类的天平 用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 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见